各位貴賓 各位貴賓是今年第三個來自英國國會的議員代表團 很高興看到臺灣和英國之間的國會交流 在這幾年不斷的在提升 事實上 除了國會外交之外 臺灣和英國的實質關係也持續的在成長 在能源產業 智慧城市等領域 我們建立了許多雙面對華的機制 今年我們也在新創 風雨發電 金融 還有科技產業等領域簽署合作備忘 另外 我們的經貿關係也越來越緊密 英國是我們在歐洲最大的投資目的國 同時也是臺灣第二大的歐洲外資來源 面對全球貿易競爭越來越激烈的趨勢 我也希望臺灣和英國可以在這段時間 進一步的討論 提升經貿關係的方式 讓我們成為連結歐亞市場最好的夥伴 面對這些挑戰 我們也不斷提升 臺灣的創新能量 推動貿易多元佈局 確保經濟穩健的成長 例如我們這兩年推動的新南鄉政策 也為臺灣和區域之內的國家 建立更多富貴的夥伴關係 身為國際社會的議員 臺灣一致之力和理念相近的國家 一起打造永續的未來 在這裡 我也要特別感謝布萊迪夏議員 還有臺英國會小組 長期以來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這幾天 臺英國會小組發表聲明 支持臺灣參與國際刑警組織大會 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也希望透過各位這次的訪問 我們雙方可以一起開創更多 部會合作的可能性 促進彼此國家的發展 謝謝